前台日在理管车的地区下期调查当中 因为台南经体地区化的某一堂 大幅度凌生吉他管车 所以马上朋友管车带在台南 将对地区停车主动化管理来出境 回到交通局长将对国家地区停车条 地区交通控制定系统来做相关水平 其中文字体也讲到 台南边地区化和主动化就是一极受点 有4000个停车主 将来还会陆陆续续扩充 希望说将来人力的节省 停车效率的提高 意外的减少 还有效益的提高 还有刚刚提到的智慧停车充电装饰 第二代的 第一代我们就是可以方便你停车 这样很方便 停完车要走了 然后又有卡或一卡通这样 比一下 那就可以落车 就不用再烦恼其他部分困扰 为中市场文字体也感谢 朋友管政府和议会团队 对台南地区交通的困扁 不透露来参考 也其他彼此可以竟加精进 给稍微优积 人本的交通运输环境努力 咱们新闻中学蔡英文博德